明天就是东京奥运开幕式了 这场史无前例在全球新冠疫情下举办的奥运会 绝对是充满挑战 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选手和随行人员 先后确诊冠病 日本和奥委会在面对国内外质疑声不断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挺得住吗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尽管一波三折终意不断 万众瞩目的东京奥运终于要在明天 7月23号登场了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次的奥运推迟了整整一年 但是我个人是依然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国的代表团早就已经抵达日本了 而且一底部 那么一个个就当起了选手村啊 食堂啊各种场地的导览员 很兴奋的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 到处参观还有训练的一个视频 也让我们看到主办方的各种精心安排 但是尽管防疫措施已经严格把控了 奥运村还是不幸爆发感染群 引发人民对当局防疫的一个担忧 各种争议声浪再次被激起 虽然很努力把关了 但是日本奥运赛会呢 还是不断通报出来 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包括南非啊美国和捷克选手 当中也有媒体和工作人员感染 令人担心 而奥运场馆外面 这几天也是聚集大批的示威者 举牌抗议奥委会罔顾人民安全 执意举办比赛 虽然奥委会说 这些事情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了 确诊率也非常低 只有大概0.1% 但是面对东京市 每天新增1000多人确诊的情况来看 还是会让人担心 东京奥运爆发感染群 对此呢当局是严格的下了规定 规定各国代表团在出发之前 还要抵达之后都必须进行并不筛检 一旦确诊马上隔离 此外呢选手们也不能够承搭公共交通 只能够做专车往返场地 行动也必须被追踪 以降低感染风险 其他的防疫措施还包括像是 禁止观众入场啦 设立发热者隔离室 上健身房需要戴口罩 所有人员只能够在场馆的这个餐饮设施 和定点酒店用餐 或者叫客房的这个送贪服务等等 这些都成为了这届东京奥运的另类特色 其实从疫情爆发 志愿者退出 到日本部长自杀等等的风波 都让大家原本以为 这场奥运可能会胎死腹中 就连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之前他也形容说 2020东京奥运是被诅咒的奥运 就像应验了40年诅咒的都市传说一样 是的历届奥运好像总是会逢40年出点事 日本历史上曾经三次成功申办奥运 第一次成功申办就是1940年 但是当时遇上了中日战争 因为日本要应付战争加上西方国家杯葛 在1938年就宣布连同原定40年尾 举行的这个杂谎 东奥主办权一同放弃 接手的芬兰赫尔辛基之后 也是因为苏联和芬兰爆发战争而无法承办 最后令那一届的奥运化为乌勇 到了1980年 前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及莫斯科奥运会 遭到抵制 日本代表团也没有的参加 如今也过了40年 这次的东京奥运碰上了全球大流行 吵吵闹闹当中被迫斩延了一年 烧掉了无数的钱 终于如期举行了 但是说起来也是七七惨惨七七 我们不管什么诅咒不诅咒 如今东京奥运顺利举行了 我们还是要往好的方面看 而且也都还是有很多 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的 首先本次奥运将有五个新增项目亮相 分别是空手道 滑板 冲浪 攀岩 还有棒球 增加了18个奖牌 而且也让更多不同喜好的人 可以一起关注奥运 其中空手道和棒球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同时也体现了日本的文化和传统 身为东道主的日本 能不能够凭着主场优势夺下好成绩呢 绝对值得关注的 我国代表团方面呢 这次一共派出了30人出众 迎战10个项目 包括大家最最最关心最关注的 跳水游泳 场地脚车 射箭射击 田径高尔夫球 竞技体操还有翻船 目标是赢得三枚奖牌 至少一斤 上一季呢 我国赢得了四赢一同 残奥会的目标呢 则是放眼保持上一届 里约奥运的一个三金佳季 而其中被寄予厚望的选手 包括有我们的袖珍火箭阿兹组 以球权因赛风王的李子佳 混双选手陈鼎舍乌柳英 以及跳水公主潘德雷拉 和张俊宏等人 他们都是夺牌的大热门 超级期待 关于主播什么事 尽管风波四起 东京奥运还是一个 大家期待已久的体育盛事 在这里呢 就祝福所有的大满建人 一切顺利 健康平安的归来 也希望他们能够享受比赛 为我国争取好成绩 开轩而归哦